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1月19日 星期六 大家好 這一節也是聯合廣播 聯合廣播通常都是大事 這節也是大事來的 因為幾節也想做些分析 我們再說一次 我們除了會報一些update的時事之外 我們最主要真的要跟大家做分析 這個是時事評論節目的重要的一個因素 以往聽新聞 很多人報新聞或讀新聞 問題是 你對那件事有分析 其實就不會有很多人提供到的 因為我看到很多時候 人們只要讀稿 讀完稿 都沒有甚麼分析 就這樣算了 不過我們的做法有一點不同 就是我們的節數比較多 所以可能會令人覺得你純粹說新聞 其實我們完全就不是的 新聞內容我們當然會提供給你 但我們會說很多看法 一些更加詳盡的東西 因為很多時候新聞 我們頭三分鐘在講六部曲之前已經讀完 之後就是我們的分析 所以 始終節目有所不同 大家有聽就知道了 不是外面的人亂說 你們也會明白的 這次 想跟大家說一下G20峰會的問題 因為我們看到有 新聞報導 說習近平 簽了 G20的聯合聲明 這個聯合聲明其實就是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 但是 我們看到香港的傳媒沒有人報導 西方的媒體也不多 只看到台灣的媒體也有報導 最初我們應該有網友是報料 報料就是 截圖來的 中文 繁體字的新聞 當然啦 我們也嘗試確認到底這個新聞的真確性 因為英文 我們暫時看不到一個 那麼specific 說習近平簽下去 即是中國簽下去的聯合聲明 因為多數的報導 G20峰會 是有 聯合聲明 沒有說哪個國家有簽下去 所以我們 看不到英文新聞 我們再詳細去找 找到台灣 有兩個媒體 有報這件事 兩個媒體也說習近平 是有簽署G20聲明 而G20聲明 是譴責俄羅斯的 這是很重要的 有一個問題 就是香港媒體真的是隻字不提 大陸媒體當然不會說這件事 香港現在的新聞是很恐怖的 你完全是看不到的 完全是維穩模式 香港的一群藍媒 其實他們是親俄的 他們一直都很想俄羅斯贏 逢是烏克蘭 他們拿出來大做文章 但是俄羅斯打到糟糕 輸到糟糕 他們就不說的 包括東方日報等等 這次 如果他們的主旨 都出來譴責俄羅斯 那麼他們 怎麼自然其事呢 沒錯 因為這件事 如果你報出來的話 就是你們一直在捧的中國大陸 出賣你們在捧的俄羅斯 對他們來說 絕對是一個 毀滅性的打擊 尤其是他們的國際新聞 他們的國際新聞足足做了半年以上 沒錯 這則新聞嚴格來說是師父 俄羅斯是爹 你自己親手出賣我爹 是不是師父 是不是 師父是君 我們的標題是不是要寫著習近平師父 出賣我爹 那不是師父是甚麼 我們已經找到了中間的Trick 不過我們當然要詳細再分析習近平想做甚麼 為甚麼都要簽下去呢 G10的聲明 是有些彈輸的 即是有些QK位的 他才敢簽下去 因為他裏面的聲明 就說明是大部分的成員國強烈譴責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其實這是一個吊詭來的 你簽到聲明上 聲明裏面就說我們多數人不是全部 多數就是不是全部 都譴責 其實 是一個吊詭來的 你應該誰簽下去就誰譴責 但你簽下去就說明 部分人譴責 部分人 都還是有保留的 等於 有空間可以發揮 就是要吃兩邊 我們詳細跟大家分析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趣好的朋友訂閱我們的Patreon 或者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也可以 幫我們點擊廣告 分享節目給朋友 以及多點留言 多點互動 如果你收不到我們節目的通知 記得 可能你們忘記按鈴鐺 按鈴鐺 所有節目都會通知你的 或者你可能在手機上設定了也未定 當然也有部分訂閱了也沒有通知 所以 我建議你如果真的收不到 你可以試一下 取消訂閱 再重新訂閱 我們開始進入這個分析環節 這次習近平簽了這份文件 其實很明顯的意圖就是 要親近西方 要遠離俄羅斯 但是他又不可以 跟俄羅斯正面反面 又或者他又不想反面 原因就是 他始終知道 俄羅斯 也要留一條後腦 即使現在親西方也不敢完全親 台灣的標題也很過癮 中俄 之間的 無上限友誼 似乎越來越不穩固 甚至乎 無上限友誼 已經去到頂了 已經去到上限了 不過一早已經封頂 已經到了極限了 這個世界就不可能有無上限的友誼 因為每一樣東西都要計算成本代價 尤其是一個國家 當這個國家 面臨毀滅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跟他攬著一起死呢 現在的俄羅斯 其實就去到 崩潰的階段 因為俄軍自從克爾重敗退之後 其實克里米亞很大機會是沒有了 只要烏克蘭再堅持要打下去 克里米亞一定是吊失的 其實現在炒車炒得最金的那班就是 那堆藍煤的國際版 每天在洗版 怎麼逢烏克蘭 有新納粹 北約擴張 美帝背後充款 德里 有空又要報 烏克蘭大敗 烏克蘭又大敗 俄軍又大敗 怎麼勝利 其實我也很想知道現在的烏克蘭 國土裡面到底是誰勝利 大家都輸 沒人贏 不停看到烏軍大敗 俄軍又撤退 我真的很想知道現在誰佔領了烏克蘭 應該是狗頭蛇吧 是很奇怪的 看上去他們的國際新聞 他們說到烏克蘭的俄軍沒有輸 真是主力未出 主力大部分在中華民共和國 有很多軍隊和先進武器 其實烏克蘭戰爭有一個很吊詭的情況 就是沒有空軍 大家發現俄羅斯空軍突然消失了 他最引以為傲的蘇30戰機 蘇35戰機 為什麼不出來巡航 為什麼 真的完全沒有影響 沒有啊 空軍崩潰了 空軍好像仿佛 好像從來不存在 存在一段時間 通常我畫面都是看到他飛過 然後被刺針射下來 因為刺針太便宜 飛機太貴 這個也是一個 成本的計算不成數 俄軍本身飛機已經是飛天棺材之稱 他本身訓練也會突然掉下來 加上對敵人的刺針那麼厲害 加速了他 每一部飛機都成為飛天棺材 所以也是沒有了 飛行員太矜貴了 這樣擊落一架 我們也是制不過 要訓練飛行員 你可以想像一下成本 不是你去開班訓練 你是要開機給他訓練 你想想 飛一轉 其實飛機有成本很重 戰機還不是普通的航空原油 他們覺得是特製的 其實 台灣有計算的 F16去爬升 接著去截那些解放的飛機 其實每一次是很貴的 所以他現在就轉用這個防空導彈瞄準的算數 成本也便宜很多 瞄子也不用射的 其實是的 加加就不用攔截你飛機了 我次針瞄你 不用告訴你 他現在是口道的 告訴你 我已經瞄準了你了 你如果再過界我們就會射你下來 其實好像 小學生 大家都讀過小學了 你不要過界 通常坐你旁邊的人 中間那條界你不讓他過的 你會拿鋼尺刮下去 差不多了 現在他就是用這些東西瞄準 我們繼續這樣分析 其實習近平正在做什麼呢 他簽這份聲明 其實就是 方便他彈功手 方便他 追求兩邊 但是 他追求兩邊之餘 也是在移向西方那邊 其實習近平的身體預言都告訴你 其實他去找 杜魯多說話 其實就已經很明顯 他不單止 不是說我買了你 給說話你聽 而是說我現在找你談 你幹嘛跑去爆料啊 我現在很有誠意找你聊天啊 所以他是忍不住到自己 有鏡頭 也衝過去說 所以才有這條片走出來 他現在親近西方的態度是很明顯 他想親回西方 我們之前也作出一個分析 我們大膽推測 其實他是在賣時間 習近平 對於這個侵略台灣的野心 是不死的 甚至乎我真的覺得他 比想像中 更加有誠負 更加難前 如果他真的 那麼有部署的話 這個對手很難搞 因為 我們 早兩天聽到李一平卿說他那個 為甚麼要選在台灣 為甚麼要選在福建做官 而不去陝西他父親的老巢 或是他父親做了兩任 廣東省委書記做官 他原來這個目的 就是要 部署 台灣 他成立遠華的目的 也是要滲透台灣 做統戰工作 收集情報 他對台灣問題那個 賞心的程度 是 不正常的 那麼多屆領導人很少 像他一樣 這麼關注台灣的 一定要收回 要怎麼收回 是一直都部署了很久 甚至乎 他也是因為台灣的問題 是令到他可以上位的原因 原因就是他做了那麼久 對台灣的部署 然後對台灣的統戰 然後對台灣的收集情報 他可以說是中共的 太子黨裏面 唯一一個了解台灣 甚至乎 在他任內有機會收回台灣 所以那些人 覺得可以給他機會試一下 這個就是他上位 這個主要原因 所以我們現在重新要對台灣問題作出一個評估 而基於習近平的那種機心部署 我們有理由相信 這次他對這班西方的領袖 是一個 忽游 如果用大陸的英明詞 叫忽游 對習近平來說是很不同的 因為現在對於他來說 他的時間不是五年 當初他就不斷要在連任問題上去糾纏 但是現在對於他來說 他覺得 自己的時間是無限的 他可以把這個時間 拖長 因為他不再是迫切於這兩年來的台灣 因為他本來就一定要是 五年十年之內 總之就是任期內 但是現在我的時間多了很多 現在是要做一輩子的嘛 所以呢 所以他就算年紀大了 像康熙一樣 老一點收復你 所以他現在的焦點是不同的 他會再在等 而且他現在的目標就是 他現在的目標就是 因為他現在 發覺他動手的時間早了 令到西方國家開始對他的 猜忌越來越深 甚至乎 不會再給你機會 動手 所以他現在想重新追求西方國家 讓西方國家 賺多點錢 賺多點錢 沒辦法再離開他 他在G20 和拜登的 會面也充分反映了現在的取態 這個對於我們來說 其實是更加難處理 因為 接下來 他可能跟西方的衝突會越來越少 甚至乎 會有部分的 政策 會出來 取悅西方 不過我早就分析 如果我們的勝利和策略只是取決於一個人的強硬態度 其實是不行的 你會知道的 他隨時會變的 他隨時會變的 到最終你不可以只是靠這個 就是靠他瘋狂 靠他強硬 不是辦法 也是需要用多些 心計 總加速師他現在知道自己 他不用加速了 原因就是他沒有任期限制 他連任之後 他的時間 就是一生的部署 總之他在有生之年 收復台灣 就是他的功能 他就可以寫入歷史 而且 已經沒有再 出現一個繼任問題 也沒有人敢搶他的位 這個問題 我們是變成 如果作為我們想 真的要光復香港 不過也不是沒有機會 他只要覺得急的時候 他總會覺得急的時候 你再拖多幾年 拖多三年 拖多五年 又輪到他急了 他又覺得到底我要等到什麼時候 他總會是有個位置想分析 因為今年他69歲 始終他可以等的日子 不是那麼久 難道他可以等一百年 沒可能 十年之後 如果他也收復不了 他也會急的 十年內 我覺得他不會等到十年 這件事始終 雖然你說拖延了 不是兩三年來 但是就變成了十年內 會發生了一個意外 你還要再看整個世界大局 俄羅斯會不會 普京會崩潰呢 我反而覺得現在習近平 最大的心願 是要保住普京 因為普京 其實是他跟全世界的屏障來的 有普京 他跟全世界的磨擦就不會有那麼大 如果他懂得這樣想 他禁止普京 理論上是 普京其實自己也縮了 普京已經不再提核彈了 已經不再提核彈了 已經可以談條件 可以出來談判了 已經完全變了態度 現在普京已經縮了 因為問題就是 習近平如果真的是 有謀略的人 他應該就按著普京 你如果再這樣搞下去 你亡國 我們也不行 唇亡此寒 大家是獨裁兄弟 大家真的會發現 如果你真的要比較 民主社會 民主國家 跟他們的比較 其實真的很避獨 我們永遠都是看他們做甚麼來回應 永遠都不是主動出擊 我們不能出擊 但是我們真的是沒有辦法 民主國家就是這樣 獨裁一個人決定 好像我們分析如果有我們決定當然是不一樣的 先打敗你 這個是不可能的 沒有辦法的 我們是很被動 但是你被動得來也不是代表沒有機會推翻他 你推翻蘇聯的解體 一樣是民主國家 美國的暗聲是強過的 美國換多少個領袖 他一樣也是對你那麼猛 現在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那些獨裁國家 在某些方面 他是優勝的 這就是習近平看到的 他覺得我很有效率 我喜歡決定甚麼就是甚麼 這個的確是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持續性 你這個國家可不可以持續下去呢 就是 就是問題了 他要他一路開裝 第二 還要他的中國蒙爆破 其實我們剛才說的都是他的如意算盤 沒有說他 走過去握手就會自動成事 當然啦 這個是習近平的如意算盤 但是我們如果分析 其實西方也看穿了他這套 我覺得 其實這三年 大家徹底看清楚 即使你現在做甚麼都好 其實西方也會 用一個 最壞的打算去想你 因為美國人 一向他計算 他真的計算他的成本 為什麼美國那些東西 有時候貴呢 他真的計算很多步之後 他預計了你要行七步之後 他也可以將軍將死你 那麼現在中共 你不是打算做兩場戲 你就可以騙到他們 他做完這一場戲 你起碼可能關係 現在這一刻緩和了 但是不代表美國 對你的部署是會忽然之間 完全撤銷 當然 當然 這一節我們 先分析那麼多 因為如果你說習近平 那十個小時也說不完 我們接下來 我們會再跟大家深入探討一下 他現在的做法 不過現在 很明顯他現在 在部署 撤退 即是退兵 沒有再向這些國家進攻 他是想伸出橄欖枝 不過由於他本身 自己的文化水平問題 所以 表面上好像在那裡斥責杜魯多 然後去到泰國又不跟別人握手 其實外交部已經轉了風了 王毅跟著他 怎麼會不會呢 是啊 好 這一節分析到這裡 拜拜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發生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那就是有Discount